在战国七雄中,齐国是金赐于秦国的强大国家,但最终他却被秦国吃掉。 有人认为这是因为秦国太强了,以至于齐国残遭灭国。 但是也有人认为,齐国是自己灭亡,是他自己拱手让的秦国。 那么齐国到底是怎样由一个强国而走向衰落的呢? 北京师范大学李珊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。 战国七雄之,苏秦清奇。 齐国的灭国可以说是战国历史上一个极端案例。 齐国是一个老牌诸侯国家,进入战国政权异性,经过齐威王之治,再度成为东皇经济富庶,人口众多,文化先进的泱泱大国。 是诸侯国中最强盛的国家之一。 然而,齐威王打造的强盛国家却最终败坏在一个叫苏秦的说客手中。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苏秦到底做了什么呢? 为什么会导致齐国的衰败呢? 说到这个苏秦,我们第一个问题要谈一谈真假苏秦。 所谓的假苏秦就是战国历,打开战国历,头一部分是周历,第二部分就是秦历,秦历里面第一篇故事就是写苏秦带着连横的说法来游说秦国的国君,谁啊?秦桂文王。 也在当时还叫秦桂公。 结果就一大套说辞,可是秦桂公正处在什么阶段呢? 刚把商鞅杀了,就不喜欢外边来的苏秦。 这当然是小说家言了。 那么他后来喜欢张仪怎么理解呢? 这个小说家就可以不管这个事情了。 说了一大套,说怎么连横怎么连横。 结果是热脸烫到了冷屁股上。 秦桂文王对这个不感兴趣,这一下在秦国就耗了好多年。 于是苏秦,这个战国历就写,苏秦就回家了,没办法,煞雨而归。 所以战国历怎么写这个他回家呢? 说他自己穿着那鞋子已经破了,那个绑腿也都断了。 古代行远路要绑绑腿,省了腿肚子坠,疼。 另外说他自己担着书囊。 说行荣枯稿,面目离黑,壮有愧色。 回到家以后很惭愧。 花了一股子钱,带着爹妈的钱,然后出去游说,没得了富贵回来,回家以后难见富老。 这个这是苏秦。 再看看苏秦家里边人对他怎么样呢? 战国历又写道,说什么? 他归了,他归家,妻不下任,嫂不为吹,父母不已。 结果他回家以后,你说他外边失败了以后,回到家应该得到温暖。 结果怎么样呢? 结果他老婆,该那儿仿制,仿制,丈夫回来,勒都不勒,理都不理。 嫂子干什么? 嫂子是饭头,他们家大概是嫂子长大全。 长得日常的这种生活大全,不给他做饭。 爹妈怎么样? 不说话。 注意这个细节,小说家的细节,描写了这帮,这家里边一大帮什么人呢? 一大帮势利盐。 嫂子势利盐,媳妇也势利盐,爹妈也势利盐。 所以这个苏秦就受了刺激了,说啊,苏秦就窥叹,说妻不以我为夫, 嫂不以我为书,父母不以我为子,这都是我苏秦的过错。 这个里边,知耻尽不勇,他们也埋怨别人,不怨天不由人,这是苏秦特点。 然后怎么样?乃夜发书,晚上把书就打开了,要发愤,咱们再来。 苏秦的这点精神,跟张仪差不多,张仪是那根舌头,在就行。 苏秦呢,还是个学问僧,看书。 结果就拿出来,找到了太公音符经,就开始研究研究揣摩,简练以为揣摩,就开始研究揣摩之术。 而且晚上人家睡觉了,人家呼哈的睡觉,他在那看书啊,他也困呐,于是他就打瞌睡。 打瞌睡,苏秦呢,拿起锥子来干什么,在自己腿上,咔嚓咔嚓扎。 一边扎,一边还说,哪里有,学了什么,游睡之策,不能取人家富贵,不能取人家金银和锦绣,你还有脸睡觉,扎自己。 所以这种人,乏愤,所谓投玄良追刺鼓,这个追刺鼓,说的就是苏秦。 这个好慢,这是一个漫画性的手法,强调他这励志,但是这个人的可怕也表现出来了,自己大腿可以不要,为了富贵,大腿算什么,扎,扎得跟鞋底子似的。 结果怎么样,结果就成了,最后这几年,马上心得就变了,我们看武侠小说,有些有志向的武功师,结果打败了仗以后,躲到深山里边去念,现在自己感觉,叫他进,嘎巴嘎巴响,这关节,又进了,于是他就再次出山。 先到了燕国,成了,又到了赵国,成了,最后游说东方六国,东方六国都行了,行了以后就挂了,滴鲁鲁鲁挂象印,六国象印,东方六国象印,全在他手里边。 说从燕国有一次,有机会到楚国去游说,结果他就转道回了他的老家,他的老家是哪儿?洛阳人。 苏秦的出身,是平民出身,草根阶层,他自己说过,说我假如,我当年,我要安育我那个二姆田,我没有今天,你看,他家的田地并不多,也可以说是草根阶层出身,洛阳人。 好,这次回洛阳,这个史书又讲了,史书讲什么,说听说他要过洛阳,这个父母文明,轻功出道,张悦摄影。 注意,交迎三十里。 老爹老爸,前面不是不搭理他吗?连话都懒得跟儿子说,现在一听说儿子挂着象运回来以后,就是什么,又扫房子,又泼水,又是又打舞台,张悦。 另外,老两口子还走了三十里,到郊外去迎接。 妻子这次见到丈夫以后,就不敢正眼看丈夫,侧着不看,掏着看。 为什么?前面做亏心事,他不下任吗? 这嫂子怎么样呢? 嫂子说是什么? 嫂子是匍匐前进,见自己的小叔子。 匍匐前进,见。 注意苏秦。 注意苏秦跟嫂子的关系很有意思,他从来没问过他妻子,问了嫂子。 在这个情形下,他就问嫂子。 他说,嫂子,你为什么前居而后宫? 你为什么前居而后宫? 你前面对我那么居傲,现在那么恭敬呢? 这嫂子也是个大,倒是很老实,说,还不是因为小叔子,你有权,另外,你钱多吗? 这个嫂子实话实说。 注意苏秦倒是接户,罚了感慨。 接户,说,贫穷则父母不子,富贵则亲戚畏惧。 人生世上,世卫富贵,何可互不在? 说人生在世啊,地位,权力,哪里可以忽略的呢? 这是发了一个感慨。 这个感慨是战国,我们说战国后期纵横家们,羡慕苏秦,留着哈拉子写的这一段。 但是,身和小说家的笔法,我们要知道,刚才说,在这样一个情形,自己挂着很多象牵,你的嫂子在那儿爬着跟蛇一条,蛇一样的扭曲着往前进的时候,这个情形,你思心不知道吗? 知道,还要问,你为什么? 第一,这种问,一,小人得志了。 二,这个问,心里太阴暗了。 这不是心里阴暗吗? 你嫂子那个情形,你还问,很阴暗的一个心理。 接着,注意,这就是小说家的笔法。 什么叫小说家的笔法? 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。 典型环境不单是自然山川,我们的社会,还有我们这个家庭,这也是我们生长的典型环境。 而且是特别典型的一个,特别具体,离着这个人格特别近的一个典型环境。 你看了吗?苏星家什么人? 苏星家老的势力严,嫂子势力严,那个媳妇更势力严。 所以苏星得了志以后,要收拾这帮势力严。 另外,给一个,也得出个,更重要的是得出一个更势力严的一个结论,就是人生在世,不可丢了权,不可丢了事。 这个我们说,小说家言,这属于文学家意义上的苏秦。 另外,史书上还讲了,说苏秦他们家,他有嫂子,有嫂子就意味着有哥哥。 苏秦,哥尔萨都属于测试。 一个是苏代,一个叫苏利,还有苏秦。 这苏代和苏利在战国策上也是出现。 到底是不是亲兄弟,实际上这需要考察。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兰。 在小说家笔下,苏秦被刻画成一个成功人士,身挂六国相遇,轻松游走于烈火之间。 可以说,小说家完全美化了苏秦。 从历史角度来说,这是假苏秦。 历史上的苏秦刚出道去,也屡屡碰壁。 就在他不得志的时候,正好遇到燕昭王、王昭天下闲事。 于是苏秦入燕,深受燕昭王信任。 在苏秦与燕昭王的谋划中,齐国被他们盯上了。 苏秦为了燕国,到底做了什么呢? 那么真苏秦到底做了些什么? 这就是苏秦到了燕国以后,他猜出来燕昭王的心思是什么。 燕昭王的心思就是要向齐国报仇。 他要帮助燕国君主完成这个心愿。 所以当时,他看燕昭王老是朝东方凯探,登上高丘,望着东方,老子叹息。 他猜出来了。 猜出来以后,燕昭王也跟他说了实话以后,怎么办呢? 怎么才能报仇呢? 苏秦就说了一条道理。 说乌霍这个人,他一直能举住,千军之助,可是等到他七老八十了以后,他要走路,他得掺着不行。 就是以乌霍这样的猛士,他最后精疲力尽以后,他走路,他得扶着墙,或者有人掺着他。 这个原理,那就是我们燕国报仇的一个基本策略,怎么办? 我们就让现在强大的齐国,变成七老八十的污祸,让他走路都需要掺着。 这就是苏秦跟燕昭王他们俩人定的计策,就是要把他倒向深渊。 那怎么做?这就有苏秦去齐国做卧底,就是苏秦要去。 所以苏秦这个人我们要注意,真实的苏秦对列国局势,列国之间的利害,列国之间怎么达至平衡,这平衡怎么消失,他非常清楚。 所以他去,他要到齐国去,那么战国纵横家书里边,有这样几句话,是苏秦写给燕昭王的,燕王的。 他说,臣寻用于齐,大可以使齐勿谋燕,赐可以恶齐兆之交,以便王之大事,是王之所予,臣齐也。 这话什么意思呢? 他说,我这次被您派了,去到齐国去,做大臣。 说,大,我们可以什么? 大,我们可以使齐国,不会老蒜就没燕过。 我可以保证这一点。 小呢,其次是什么? 我们要完成另外一个计划。 什么计划? 要把齐国跟赵国的关系给他挑黄,给他弄糟糕,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。 接着就说什么? 以便王之大事。 我把齐国跟赵国的关系给他挑乱,让他们两个之间离行离德,渐行渐远,那么就便于您王行大事了。 这是您当初跟我期许的,就对我的期望。 这里边就有一个大事,王之大事。 这个信呢,虽然说是大怎么着,小怎么着,次可以怎么着,可是这个次才是要害。 什么要害? 就是要行大事。 那么行大事是什么呢? 具体说就是让齐,穿得着齐国去法宋国,去占领宋国的土地。 占宋国的土地,注意你一旦把宋国土地占了,诸侯就不干了,天下的诸侯就不干了。 这个时候,齐就会被陷于一种众多诸侯,向他进攻,他成为众师之地,这样一种下场。 这个看起来是早有成算,很阴险。 于是,苏秦就在这样一种总体目标之下,就来到了齐国,为齐国服务。 说起来,他到齐国去,行这种反坚,行这种卧底,并不是很顺利。 第一次啊,大概在三百年,公元前三百年左右,来到齐国。 这个时候,就是齐敏王上台了。 但是呢, 这个燕国的国军,燕昭王这个人,可能是出于报仇心切,结果是听从了另外的这个人的主张,结果发兵就讨伐齐国,打过一仗。 结果这一打仗,苏秦没办法,又从什么,又从齐国回到了燕国。 这期间他也写过信,打这一仗,打败了。 燕国人一看,还不是齐国的对手。 这个齐国要灭亡,先得从他自身内部找查口,让他自己栽跟头才行。 所以这个燕国的这个燕王的心到坚定了,坚定了,又派什么,又派苏秦去齐国。 苏秦这会儿就有点看法对这个事情。 他就跟燕王就说,他说我这次去,我去没问题,但是我有一个条件,就是你君主啊,你别在我去了以后还像这次似的,你再动手,你不让我,我还没做。 三百年,苏秦去了齐,结果到了二百八十八年的时候,就发生了一次战争。 两年不到,效果没有,你就等不及,这不行,你得听我的。 还说了一个故事,说了个什么故事呢? 说过去有一个丈夫,老是出门在外,那妻子就跟别人好了。 他家里边不单有一妻,还有一妾,那妾也没跟别人好。 结果丈夫要回来了,要回来了以后,他相好的就说,你丈夫回来,你怎么弄这个事? 马上不要露底吗? 妻子兴有成熟的就说,我准备好了,准备好什么呢? 我准备好毒酒。 给他一喝,他不就腿一伸就完了吗? 结果把毒酒弄好了,丈夫回来了,回来以后,正在家走的时候,妻,妻为大,就让妾拿这个毒酒给丈夫去喝。 人家妾也是丈夫的妻,他没有跟外人好,他心里边还想着这个丈夫,于是他就犹豫。 你说怎么办? 你说,竹母让我去杀我的丈夫,我不去,竹母不干。 我杀了我丈夫,我丈夫死的冤了。 另外我也称寡妇了,他没事,人家还有外边人呢,我不就绝对称寡妇了吗? 犹豫犹豫,犹豫来犹豫去,结果是怎么办呢? 就把这个药打了,撒到地上了。 结果怎么样? 结果这个丈夫不知,这丈夫不知就劈哩啪哒揍揍这个妾。 所以你看,说你看,这个妾那么忠诚,结果他在一种无知状态下被揍了。 他说,我特别怕我将来我到齐国去,时间久了以后,后边的大臣们都跟这个妾一样。 所以呢,我请您一定要,耳根子要硬点,还说这么一套话。 这套话是不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,也不得而知。 结果,好了,他就第二次,再一次来到了齐国。 这次来,燕王送给苏秦150辆车,拉个东西来,表示燕国对苏秦,对齐国的那种重视。 我这大臣去,你齐国做事情,你看,送这么多东西。 也就在这个时候,齐国的内政也发生了一些变化。 在第一次苏秦来齐的时候,当时的执政者是谁呢? 就是那个孟长军田文,田英的儿子,田英现在已经没了。 这个田文这个人,是一个坚定的联合主义。 他跟秦国比较坚定,说我们齐秦要联合。 可是等到苏秦第二次来这个齐国的时候呢? 齐敏王已经把这个谁啊,把这个田文赶跑了,不让他在位了。 所以呢,主导外交政策的也变成了齐敏王。 这个时候齐敏王要搞合纵,尤其想跟赵国发展关系。 这个齐敏王为什么要跟赵国发展关系? 因为赵国离得他近。 另外,赵国这个时候,赵武陵王胡胡齐设已经建成效了。 这个赵武陵王的事情,我们回头还要讲。 他就想,什么时候赵国不管我,我就拿送。 他有这样的心思。 所以说,这里边齐敏王有一套阴谋。 注意,可是在他之上,还有苏秦和燕昭王的阴谋。 是两层阴谋同时进行。 苏秦、燕昭王密谋,就是鼓动齐国,不断进攻其他国家,以防止齐国攻延,并相放弃国力。 但是,在苏秦第一次出使齐国的过程中,已失败告终。 那么,第二次出使齐国,他们的阴谋会实现吗? 第二次到了齐国以后,齐国内政发生变化了。 那么,又发生了一件事情。 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呢? 这个时候,秦国的君主,也不是秦桂文王,也不是秦武王。 秦武王举顶皆兵,已经死了。 谁呢?是秦昭王。 我们知道秦国在秦桂王时期,就称王了。 可是,随着历史的发展,向东国扩张的时候,秦国取得了更大的成绩以后,秦昭王就觉得,当王不得劲。 那个帽子小了,想干什么呢? 就想称帝。 就想称帝。 称帝吧,自己称。 也觉得太孤单。 然后怎么办呢? 就让齐国也同时称帝。 这就是东西之间齐秦共同称帝。 这是拉着齐国走。 这个事情,正好第二次苏秦来到齐国以后,正发生这个事情。 那齐国的闽王就要问问这个苏秦了,说你什么态度对这个事情? 苏秦就说,他说现在这个情形,你称帝,你称帝是被动称帝,你有点被称帝的感觉。 说你要称帝,你王的心思,你那个心思就难以实现了。 所以怎么办呢? 你缓点。 你现在,你说我不干,你称帝,你自己称帝。 你自己一个人称帝,我不参与。 你不参与,不是明着得罪秦国吗? 怎么办呢? 你等等。 你看这个秦国称帝,天下诸侯不反他,你再称帝。 所以,你既有得帝号,另外也不影响你办事情。 你反过来说,你现在把帝的帽子戴上以后,诸侯都瞪着你。 你下,你动作是什么,你就不好做了。 苏秦后来还讲,他说,现在还有一个情形。 什么情形呢? 你称帝,我现在请问,你称了帝,天下真正尊重的是秦还是你秦? 秦帝王说,当然是秦了,我是捎带脚的,我是拉来凑热闹的。 那好,说你现在,既然是那样子的话,你就不如不称,你省得天下人赠无你。 这个,说来说去,就是没让齐国称帝。 没让齐国称帝,我们仔细揣摩,这跟他的苏秦的总战略是一样的。 称了帝以后,天下诸侯都瞪着齐国,齐国什么事也不敢做,他就不敢去拿那个宋。 不拿那个宋,他就惹不了滔天大祸,诸侯们就不会收拾他。 所以他反对。 而齐敏王,他知道他齐和秦之间这种关系,秦现在很主动,也很强盛。 他知道他处在次要位置上,所以他也不愿意去趟那个浑水,因为他也有他的实际的那种意图。 这样的话,结果坏了。 结果就得罪了什么? 得罪了秦国。 这样的话,秦跟齐的关系就砸了,关系就不好了。 不好了以后,苏秦接着就给他联合什么? 就联合赵国。 当时赵国人掌权的是谁呢? 跟我一个姓,叫李队。 这个人叫凤阳君,联合这个李队。 于是赵国跟什么? 跟齐国就在阿这个地方举行了一次会盟。 这个时候,燕国的君主,燕昭王就有点疑惑。 因为什么? 因为他们定计是要挑拨齐兆关系。 挑拨这个齐兆关系。 结果现在怎么还? 你苏秦还出面,还联合。 所以这个时候苏秦又写信给他的王,燕王就说, 也就是说你不要拘泥,只有他们俩联合了, 他跟秦国渐行渐远,跟赵国联系起来, 也可以导致什么? 导致他去罚这个宋。 所以第一次罚宋,就在这样一种形象爆发了。 可是爆发了以后,结果是打了几仗, 抢夺了一些土地,但是目标太大。 所以诸侯们都警觉起来了。 齐国一看,形势不太好,收兵。 接着,我们刚才讲过, 齐国跟赵国在阿举行会议以后, 秦国不高兴。 这秦国一不高兴,怎么样呢? 秦国就开始就是,我们刚才讲的, 就是秦国就给赵国施加压力。 施加什么压力? 就是要撤消李队的职务。 这李队作为反制力量,就要联合一种新的五国同盟。 这五国就是什么? 就是三晋,就是燕,就是齐。 燕昭王同意了,跟秦对着干吗? 燕国人同意。 这个齐敏王更同意,因为什么? 齐敏王觉得这个时候, 五国共同起来对付秦国, 可以把注意力转移,他正好可以下手, 接着发送。 所以,五国新的这种同盟关系形成的时候, 苏秦做了不少工作。 这部分我们就不用多讲了, 刚才那部分就有了, 就是他, 为什么苏秦后来变成什么? 变成,人们说他挂几国相印, 实际上就是这个时候。 就在这个第二次这种五国同盟形成, 准备要对秦国较劲的时候, 结果齐国第二次发送。 这个情形,我们说齐敏公, 是只看到好了。 五国联盟,注意啊, 当五国联盟, 他们准备去跟秦国进行战争的时候, 一发现, 这儿坏了, 齐国人想一个国家想把宋国独吞, 打破这种平衡关系, 有点恐怖平衡, 打破这种平衡关系, 结果五国由什么? 由要罚秦转而什么? 转而罚齐。 所以秦国这个时候, 也不是大家的敌人了。 秦国史上记载说, 秦国派什么? 派了将军, 派了一个将军去帮助赵国, 派了一个将军去帮助魏国, 干什么? 收拾齐国准备。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, 第二次发送, 又告吹了。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将韩蓝。 为了促使齐国罚送, 苏秦不停地奔走于燕、 齐、秦、赵等国之间。 甚至苏秦还想出办法, 说服其他五国合纵攻击, 免得耽误齐国的罚送大业。 根据史书的记载, 为了使齐国更好地攻打宋国, 苏秦还说服燕昭王海兵支持齐民王罚送, 但是齐国罚送还是没有之后, 那么苏秦还会想出什么招数? 齐民王不死心, 还不死心, 这个时候还得想办法, 苏秦也不死心, 他齐国老办不成自己的一个事情, 老掉不到那个窟窿里边去, 这苏秦甘着急, 于是苏秦又想了一个招数, 做了个什么官, 做了一个工作, 什么工作呢? 来到了赵国, 找到了凤阳军礼队, 找到了凤阳军礼队以后, 跟礼队说什么? 说您现在执政这么多年了, 你老了, 你年上岁数, 你该考虑考虑后路, 什么后路? 你总得有个养老的地方吧, 这就是人的权位高, 有的时候派头也大, 说一般人养老, 有个饱饭吃就行了吗? 你养老, 你得气派大点吗? 说我们现在齐国, 打这个宋国, 我们打这个宋国, 实际上还有我们的一层用意, 我们打下来以后, 我们不是一家独吞, 我们准备弄出一大块土地来, 给你凤阳军做养老的地方, 这苏秦的招数, 我们知道五国同盟, 这次五国合纵, 主谋者是李队, 赞成者是燕昭王, 齐敏王, 还有苏秦他们这几人, 那么结果现在从李队这开始做工作, 说你呀, 你别管我们齐国打不打宋国了, 我们打下宋国了对你有好处, 我们给你一个大大的礼物, 结果把李队说服了, 李队说服了以后, 这马上齐敏王就再次发兵, 第三次打宋国, 这一次得了手了, 这次得了手, 实际上宋国的情况是什么, 有它的原因, 因为现在李队这变了节, 另外宋国的政治也实在是不像话, 宋国这会儿的君主, 最后一代君主叫什么, 宋康王, 老觉得自己搞得不错, 罚那些周围的小国, 罚靴, 罚藤都得了手了, 最后还跟齐国还得了手, 抢了点土地, 还南边清除, 觉得自己不含糊, 到了公元286年, 宋国出了一件怪事, 是什么呢, 是一个小麻雀, 窝里飞出一个大摇鹰, 咱们就是那种药子翻身, 那种苍蝇吧, 是苍蝇的一种, 这个不定怎么回事, 于是有人就说, 这是好现象, 一个麻雀窝里边跑出这么一个大苍蝇来, 这意味着我们小国要翻盘子称霸, 这不是要疯吗, 这个鸟的事情, 结果宋康王就更觉得自己是个霸主, 干嘛呢, 就开始一大系列的改革, 开始设天大地, 设天给老天爷, 不服老天爷, 不服大地, 拆祖宗庙, 拆设计庙就干这个事情, 所以, 然后还干什么, 然后他还有个特别奇特的事情, 就是喊他万岁, 让万民喊他万岁, 他在屋里边, 屋里边喝酒, 大臣们喊万岁, 躺上一听屋里边喊就万岁, 躺下, 庭院里边就喊万岁, 大街上就喊, 整个全国整天喊他万岁, 就疯了, 结果呢, 齐国一看他这个情形的探子报, 一看这个宋康王已经得了精神病了, 已经是疯得不得了了, 这个时候, 趁着说通了李队这个机会, 这次发, 结果齐国就进入到什么, 宋国的地界, 这个宋康王已经封到什么程度了, 探子来报, 探子来报说齐寇到了, 结果他, 你想我们宋国, 小麻雀屋里都飞出摇鹰来了, 你怎么还说齐寇来了呢, 于是把这个人杀了, 第二个探子来报, 又说齐寇到了, 齐国的侵略军到了, 他又杀了, 第三个人就不敢这么说了, 没事, 没事, 只好没事, 而且这个人还得了不少奖励就跑了, 结果齐国人马上就打到了宋国, 就把个宋康王灭掉了, 这就是什么, 这就是实际上宋国也是疯了, 咎由自取, 好, 当齐国, 这样一做事情, 把一个国家, 实际上有点像列国呀, 这个国家从西州建国, 就有这么一个国家, 结果把它灭掉了以后, 他自己独吞, 这个时候他也想不起来给李队点礼物, 这大概都顾不上了, 光顾了高兴了, 结果这个时候, 五国同盟就组织起来了, 而且这一次不但五国组织起来, 秦国派了军队, 楚国也派了军队, 但是楚国派军队比较阴险, 他打着什么, 帮助齐国的名号, 我们先不管他, 就说, 韩赵魏, 尤其是燕, 燕国人是派的谁, 派的大将越义, 而且是韩赵魏, 有些军队也归什么, 也归这个一位义指挥, 就兵分几路, 就开始进入到齐国, 越义这个人打仗的时候, 注意金剧, 注意王者之师的风范, 秋毫无范, 所以越义寻齐, 做得非常漂亮, 几天就打到了林兹, 整个的齐国, 没灭的只有吉末, 还有另外, 就是一两个地方, 没有被打下来, 整个的齐国就沦陷了, 沦陷了以后, 齐敏王就跑, 跑跑跑, 跑到哪呢, 跑到魏国, 去了以后还跟人家摆谱, 摆谱人家魏国老百姓一看, 你都这个份了, 你都变成要犯的了, 你还摆谱, 要刺杀他, 他又跑, 又跑到了菊, 跑回到自己的国家, 仍然还不行, 跑, 所以齐国, 一个强盛的国家, 齐威王, 齐宣王, 齐敏王, 齐敏王的时候, 齐国的势力如日中天, 结果让他糟, 糟糟, 二十几年的时间, 燕昭王室, 燕昭王即位以后, 到了燕昭王二十八九年, 约一的部队就进入到了楚国, 就进入到了齐国, 把一个强大的东方国家灭掉了。 中原狂沙, 变临城下, 齐观长风景, 隔天啊, 烧花一世, 过尽多少仓花, 且问苍生, 谁能一同天下, 谁看几度多香, 泪洒谁家开家, 你兵我吗, 你自信心, 秀我兵家, 我与此同仇, 千为谁家, 千为谁家, 燕昭王为了报复齐国, 就派苏秦出使齐国, 以削弱齐国, 最后阴谋得逞, 齐敏王被杀, 整个齐国只剩下两个地方, 没有被燕国攻占, 眼看齐国就要灭亡, 在这紧要关头, 齐国出现了一位反攻复国的英雄, 此人就是田丹, 那么,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, 北京师范大学黎珊教授,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, 战国七水之, 田丹复国, 我说去竟不动音乐, 一定是队不动音乐再问我, 然后我们学乱幕再问他 oneถ, 那是个人,